据CBA官方报道,前浙江队外员斯托克斯,将正式加盟新疆,替换合同到期的哈达迪。 目前,新疆队已经用完了常规法四次换人民额。 前不久,斯托克斯来到新疆队进行视讯,目前斯托克斯已经通过了视讯。 上赛季斯托克斯效力于浙江队,不过据浙江队官方表示,由于太多问题球队最终才调斯托克斯。 上赛季效力浙江队期间,斯托克斯场均能够得到25分13.9篮板2.8助攻。 哈达迪目前已经回到伊朗,据媒体报道,他将再度加盟伊朗石油化工队。 本赛季效力浙江期间,哈达迪场均仅得到10.5分10.7篮板。